驾车逆行无论是在高速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极易引发事故 5月17日中午宁波慈禧警方接到报警 说在当地一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两车碰撞事故 而事故的原因就是其中一方逆行引发的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黑色轿车正在高架上逆行 迎面撞上了正常行驶的一辆红色轿车 两车相撞后车头面目全非 安全气囊全部弹出 所幸双方驾驶员并无生命危险 从现场询问才知道 车头朝南的那个女驾驶员了 她是逆向行驶在高架上面行驶 打航那个一直叫我叫头叫头 然后我想开错路了 发现我就是发现不对嘛 全部是那个对面的来车 刘某说自己当时发现对象有车辆时来时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而红色轿车驾驶员也没有想到会有车辆在高架上逆行 结果避让不急撞上了 车尾还被撞得发生了90度的飘移 而对于逆行上高架的原因 刘某是这样解释的 从来没开过 我一般我那个持续都没开过 没开过 都是一般在家里到公司跨班开一下 其他都不开的 高架作为城市内封闭的单行道路 虽然车速比不上高速公路 但是车流量大 倒车逆行停车等行为都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司机朋友 对于陌生的地方或者对于行车路线不熟悉的 首先要提前规划好一个行车路线 如果自己不熟悉也可以询问一下别人 这起事故设施的两辆轿车基本已经报废 红色轿车驾驶员脚步受伤 正在医院治疗 事故的责任认定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记者王延温编辑报道